词曲 李宗盛 双儿打在嘴边 就把太阳喊出来 被楼打在肩上 就把小光背起来 嘴角写着微笑 脸上写着期待 嘴角写着微笑 脸上写着期待 脸上写着期待 我是你姑娘为路边 就把那山歌丢过来 就把那山歌丢过来 爱丢也没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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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拙钉钉钉一香 就把山群引过来 眼里流出喜悦 头上鲜花生开 眼里流出喜悦 头上鲜花生开 头上鲜花生开 十里花儿开 十里花儿开门山 苗家姑娘过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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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丢也没过山来 十里花儿开门山 苗家姑娘过山来 苗家姑娘过山来 今天走到村子往对面回来 咱们村子呢就是因为现在一个团团的小山包上 所以叫团山村 那我们那也是团团圆圆 踏上一村 团山边的是我们村的东寨门 整个村子东南西北四道寨门 微想一围就像一座小城堡 好来我们就先往这里走 没有 我这是 桑和 他是云南的都督蔡厄的外班兄弟 他是蔡厄手下一名少将 这个人呢一开始的时候 他只是在各旧西矿山做西矿的一个商人 但是他很有能耐 带领他的矿工就平息了一次很大的匪乱 所以我们当时的云南都督蔡厄召见了他 把他命为营长监机裁员 最后因为他工作比较出色 所以把他提升为将军 所以这里呢就是张和将军的房子 他的房子1905年建盖的112年 保存的特别完好 大家先看一下门头的雕刻 最上边一层正中间 华社六金的这是古时候的兵器 几正中间那个两边分开的是旗子 只要在门头上看到这个标子 你们就知道他家是五官了 这个是五官家的标子 下边呢有三只狮子在管球 三十续球呢那有威望的人家才会有 一般的人家只有两只 所以我们从门调就可以了解到主人是一个五官 在本地还比较有威望 大门口呢它还有两个小时凳 这个在进驻中呢它叫做门枕 固定门槛的枕头 把它做成凳子的人家 就代表他家没有门的观念 过往的人可以来遮风避雨 骑开咕噜都可以来坐着乞讨 那自家的人也会坐着成凉 意思就是我和任何人可以平起平坐 那不让坐的人家呢就不是凳子了 坐一个圆圆的一个大石骨 在上面那种叫户队 那种就是想着门当户队的人家 所以这种呢更近切 平易近人 我们只要看看他的大门 就可以对他做一个了解了 好来我们到里边去看 里边呢有人住着 我们只在那个大天井里边 看不到人家的房间和内宅 大家小心一点 这边门槛十街特别多 好小心脚下 进来呢他将分一个前厅 一个后院 那我们就先到后院看一下 好我们的团跟上这边 好小了 现在还要整修了 哦小了 现在还要整修了 现在还要整修了 所以有些地方呢还是开始漏雨了 那现在呢打算重新修一下 咱们这一个院落呢是将军帝的后院 自己家基柱的地方 它是包了云南传统明基的建筑风格 是一个四河五天井的四河院 我们四方有房子称四河 五天井呢就是正中间有这么一个大天井 它的四个角落呢各有一个小的天井 就是我们进来看到的那种 所以这种叫四河五天井 里边呢就有它的诗词字画雕刻 是它的三宝 雕刻当中我们有三雕 除了最多件的木雕呢有石雕尊雕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走进来看看 每个雕刻都有吉祥语的 你们看中间有冰淇吉 下边有三层莲花 这个叫莲神三吉 住处呢就是石雕的代表 有万智有如意万事如意 一句吉祥语呢很巧妙的就表达出来了 还有窗花窗花鱼挺美的 我们这边的窗花呢都有一个共同点 不同的角度吧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图案 就算你拍照 你在侧面拍的 正面拍的图案 它都不一样的 视觉原理设计 设计很巧妙 网上点灯的时候呢 透出来的图案更漂亮 上面这个屋檐下边呢 有一块老牌匾 这是张河将军的母亲 七十大寿的时候收到的生日礼物 这个将军的母亲 在清朝末期是个商品高明夫人 所以在七十大寿的时候 帮得很隆重 这一块呢是他这个家族里边的人送来的 前层的有一块是林安之湖 送来的那个更大器 那我们团队就跟上我 我们到前层看一下 明明咬我们转就转 还有地啊 它的原柱上面都 有十零 我都没有十零 那这么住 人家都没有十零 我都没有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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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走啊 这里还有一绿 有完嗎 我们通常的院落都是这样的 一个前厅一个后院 那刚刚我带你们看到后院 那是自家住的 那这里前厅呢 就是接待客人的地方 所以呢这个门雕 它就雕得比较漂亮 大家看身边的那些动物 全部活灵活血洗洗如生的 看边上这一扇 小狮子的面部表情都有的 一般的工匠是雕不出这种效果的 狮子管修球呢 代表的是指示参盛 大象吉祥平安 路望金州产首 猴子这边有猴子 贝贝封猴 希望它代代出关 那这一家刚才我提到的 比较有价值的牌匾在上面 大家看到没有 有想侠林这几个字 它是贴着真金的金箔 因为是林安之府货中章送来的 所以呢做得很大器 它这个金箔 产生的立体感的时候 你看那几个字是突出来的 实际它是凹进去的肢体 这还是真剂 要是反的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 我们这边的真剂比较多 多个整个房子都是原址有的留下来的 我们板壁上所看到的这些字画 也都是一百多年前留下的 所有的彩绘呢 它用的都是天然原料矿物质 所以不会变色 现在颜色还很鲜艳 而它表面木雕表面黄色的这些溜金贴金呢 当年用的都是真金 所以说一百多年到处都傻傻发光的 要是现在用的漆它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 我们这个人就是房子的灵魂 如果没有人住的话 可能这个房子你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而且我们来到这里不是逛公园 我们是参观明居 明居它就是另外的一种味道 就是农民寄住的房子 如果不是这种真实的 你们就是像逛公园一样 在厂里逛逛公园没必要来这个农村了 一些互相好一下 你看为什么人会多出来了 都别团了 你们其他团的要请导游自己去请一下 因为我们人太多顾不过来 好那我们这个团的就跟我走了 好那我们这个团的就不过来